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我们今天来到卖场 国华兰园 里头非常多的原生种的兰花 如果你要找寻宝物的话 可能就要在这里头晃一晃 那里头包含的非常多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这个很特别有一个 这个颜色的一颗万代兰 这叫丹尼森吧 就是橘色万代 这个其实我很常看到它的植株 但是我很少看到它开花 纯橘色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那这一类型的兰花 大部分从泰国进来的 但是我们在台湾 其实很少看到它开花 我都看到它的植株 那这一次也是 我第一几次看到它的花而已 市场上偶尔可见 那它常常被拿来当母本做交配 所以是一种很好玩的花 玉女拖鞋兰 这个是来自于大陆广西 或云南地区的一种拖鞋兰品种 那这种很可爱 它的唇很大 然后植株小小的 非常的有喜感 那它在平地的种植 其实怕热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主要是能不能过夏的问题 而且第二个 能过夏也不一定会开花 因为它不够冷 开不了花 像我的广西是活得下来 但是开不了花 好 这个是蜘蛛兰系列 前面有放一些蜘蛛兰 它的蜘蛛兰其实非常的多 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它蜘蛛兰非常的多 这一颗呢 是亚美万代去交上其他的万代蓝 应该是蓝色万代 那个小花的蓝色万代的品种 所做出来的品种 所以你看它的颜色很特别 花也小小的 这个就是这种蓝花的特征之一 因为交过两种品种 所以还有两种品种的特色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 这个是瓜地马拉树兰 现在在开花的品种之一 有些人种得非常漂亮 这种有很特殊的颜色 有橘色的颜色 但是市场上比较少见一些些 比较常见的是这个普通型的颜色 那它是两种 它是一种原生种 那基本上这种品种非常的 开花性非常的好 香气非常的重 那这个是它的小苗 所以如果你来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边有很多卖有展示的样本 也有小苗区 那大部分都是小苗区 那有些呢 有些是接近开花个体 甚至有些开花个体 那这个是我们俗称的老鼠尾巴 加里曼丹的你蝴蝶兰 它不是蝴蝶兰类的 是你蝴蝶兰 那右边这个是卡罗利亚 加德利亚兰系列的 那这边都有学名牌 是PER那个 PER什么什么 这个是阿鲁巴的个体 就是白化的个体 那还有右边也有一些是 加德利亚兰系列 很多很多很多的品种 那当然还有卡罗利亚 这个卡罗利亚系列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品种 所以如果你来的时候 可以仔细看一下 那当然还是有蝴蝴兰 像我们中间看到 这个是黑毛蝴兰系列 基本上是交配型的个体 有人称为丹玛丽 这一类型的 那黑毛蝴呢 其实它的原生种比较怕热 那经过人工交配以后 它的抗热程度有大幅增加 好这个是蜘蛛兰区 我们来看一下蜘蛛兰 很多很多很多的蜘蛛兰 这一次这边有樱花蜘蛛 有台湾蜘蛛 也有苹果绿的蜘蛛 然后也有这种黄色的蜘蛛 非常非常多的蜘蛛兰 那蜘蛛兰呢 其实它是一个怕水 你可以说它怕水 它怕积水 所以你不能上蛇木板 你用的就是用最干燥的一个东西 去养它 像现在大家都用塑胶板 塑胶板是非常的OK的一种东西 相对于木片 相对于你用蛇木 它比较不会烂掉 那你可以看这边的蜘蛛正在开花 这个是黄色的蜘蛛 黄色蜘蛛是泰国来的 泰国型的大蜘蛛 那这边还有樱花蜘蛛也正在开花 有两种品种 樱花就是这个 有这个樱花的图案 大部分樱花蜘蛛它们的产地都是产在缅甸 好像缅甸那附近的品种 所以如果你来的时候可以看 因为这边有现在有开花型的个体 那后面还有那个泰国的小鹿角兰 台湾也有小鹿角兰 但台湾小鹿角兰都在高山上 大部分在1000公尺以上 那泰国的比较可以接近平地的温度 你看这个很大很大很大版的蜘蛛 这开出来应该是三四根以上的程度 会非常的香 如果你想要养养看蜘蛛 蜘蛛其实有点挑战 因为它需要的环境湿度要比较高 然后它的浇水不能太湿 这个就是很麻烦的 它快干快湿的环境 这个是跟它的原产地的环境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台湾有些蜘蛛还长在防风林上 所以其实它很耐干 好还有蜂蓝 这个林叶型的蜂蓝 就是你看那个叶子像林叶型的蜂蓝 有非常多的蓝花的个体 那接下来除了蜂蓝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蓝花 这个也是蓝园的最大的特色之一 那左边这边还有其他的品种 你看这个蜂蓝 其实它的这种蜘蛛很有趣 蜂蓝很多的个体都是蜘蛛小小的 然后花很大 那当然林叶这个 这个后面它所绑的那个材质 是一种塑料 一样是塑料材质 好这个是ALE 什么什么什么 Cartoria的ALE 这个个体其实我有 我手上好像有三四颗 而且是成体 那这个是小苗 那小苗价格通常是比较便宜 但是这种Size要种到成熟个体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个一两年以上的程度 好这个是鱼尾的 我们做Sirelia Cartoria Sirelia的加德莉亚蓝 我们通常看到那个兰花 就Sirelia的蝴蝶 对不对 这是Sirelia的加德莉亚蓝 好这个加德莉亚蓝 有人叫做什么鱼蚊加德莉亚蓝 都可以 因为它嘴巴会有那个鱼蚊型的构造 这个到开花也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这也是小苗 那市场上比较少 市场上还有蓝色的个体跟白色的个体 有两种个体 那这是一般型的个体 那它我手上也有好几颗 但是不太喜欢开花 对 好 还有其他的加德莉亚蓝 这个都是小苗系列 所以你来的话 这个是Nobilia 就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的什么皇家蝴蝶 皇家加德莉亚蓝 Nobilia 这个是半白的个体 好 这个是Purlata的红色个体 Purlata 我记得它的学名 好 这个就是夏天开的 春天到初夏开的 加德莉亚蓝的个体 你让它的小苗 所以你来的时候 如果你对Curlata有兴趣的话 记得在它的中下层的地方找一下 它都放在下层 就是看不太到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台湾凤兰 凤兰其实是台湾的原生种的品种之一 基本上在浅山区 所以平地可以很好的种植 而且它很耐干 有时候你发现它会长在很奇妙的地方 像我在原产地的环境 就是野外的环境 有看过它长在水泥墙旁边 好 蝎子蓝 隔壁有蝎子蓝 那这一颗是一颗原种 SKIRR 什么什么什么那一颗 SKINI还是什么那一个 那它是加德莉亚的品种之一 这个是有品系名的 所以它是某一个个体 通常它家会不是很贵 然后它的颜色很漂亮 它有白色的花 它有白色的个体 也有蓝色的个体 那么它的花是比较偏纸质的 比较偏一点点纸质 但它的开花时间可以很久 那基本上它就是原生种的品种 而且它很好种 那市场上大部分所看到 就是红色这个个体 那偶尔你可以看到蓝色的 也有看到白色的个体 那白色个体跟蓝色比较少一些 那它的花很可爱 如果你种得很好的话 它开花性非常的好 这个可以一次可以开三四朵一梗 所以有时候可以开起来满满的 好 那还有其他的兰花 像这一类型的像是弯刀 弯刀石壶是石壶兰的品种之一 是比较靠它这种类型的石壶 像弯刀 像右边这个米粒石壶 或是小黄瓜石壶 都是比较靠澳洲这个地方的品种 那依照它的那个大小不同 有什么米粒、弯刀、小黄瓜 然后还有铅笔 这一类型的都属于这种类型的 都小小的 那需要快干快吃的环境 下面这个是万代兰系列 那有些是克里斯丁的万代 然后还有这个是TERR 产在印度的万代兰 有很多很多的品种 那这个品种会香 有一阵子在市场上曾经消失过 一阵子就找不到 那后来又有进口进来 所以量又比较多了 那下面这个是树兰的品种 这个有时候我们有这种树兰 我们有称为一种特殊的讲话 叫塑胶花 它开起来很像塑胶的花 所以有人俗称它叫做塑胶花的品系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中中看 这还蛮有趣 以前那个很贵 现在价格还可以接受 小苗价格很可以接受 它开起来真的很像塑胶的花 那要中型尺寸才会开 所以还要再大蛮多的 好那这边呢 除了还有一些什么万代之类的 很多很多的杂属的个体 那所以来的时候 记得仔细看一下 还有很多 像这个是USTII 这个万代以前很贵很贵很贵 后来价格比较便宜一些些 那它的开花性其实不错 因为我朋友那边有一颗 中大型像这个开花 好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